等下左右而已 它這個算圖的這個材質我蠻喜歡的 帶有一點真的是塑膠感還不錯耶 告知書醒訊息的勇者大人 歡迎來到不可思議森林 可湖嶺島 絕對不會被記載是它的地圖上的島 在這裡建立 這裡建立在於孩子 你的世界 稍微不同的法則 只要統治可湖嶺島的神風雨 一直沉睡就無法開啟 所以要叫醒他來 南面的長尾大空洞 所以他會給我鑰匙嗎 他沒有給我鑰匙啊 所以我要現在不可思議森林 喔 進到森林以後整個視角就變上市圖了 有一點就是那種懷舊RPG的感覺 哇 茉莉布林嗎 嗚嗚 砍你 喔 可以防禦著砍喔 按著R鍵就可以防禦 防禦著攻擊 欸 他會後退很聰明耶 這怪物是 不是畫風看起來可愛但是 在幹嘛 變魔術喔 惡作劇狸貓 最討厭像粉狀的東西 太可愛了吧 我沒有啊 欸 什麼意思 小精靈 喔 可以回復那個 回復生命的 目前L鍵跟LZ鍵沒什麼作用 好 哇 哇 吸血怪 啊 它這個吸住你以後 攻擊完它一次以後 可能要 啊 欸 它不會吸我血 它只會讓我速度變慢了 攻擊完一次以後 不能馬上攻擊第二次耶 可以去哪啊 砍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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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可以連砍兩次 不用等它 就是 無敵之間回復 哇 都有好多石頭 害我都不能開寶箱耶 砍 砍 砍 可狐嶺平原 欸 我看一下 所以我現在在裡面可以看得到 喔 喔 喔 所以我就繞出來了 喔 可以標記 這是剛剛說的標記嗎 喔 我不需要標記 喔 喔 天啊 哇 這不行耶 它會有電耶 喔 不行不行 你生命危機的時候 它會發出這個 緊 緊急序號 就是 我們回去看一下 剛剛那個大妖精 是不是可以補我們的血 喔 真的可以耶 但是這個CD時間有點長 該不會只有一次吧 不會吧 看起來只有一次而已 喔 一樣 力量碎片 衝啊 應該砍一次就好了啦 真的 但我覺得那個應該還是沒辦法砍 它應該要有一些不一樣 什麼房電裝備之類的 可以繞過它嗎 可以可以可以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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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我這邊已經越級在打 欸 沒有欸 森林蘑菇變糊糊 絆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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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絆 魔法粉 噢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它 欸 所以咧 看來這邊應該是要把這邊也變成火的那種 哇 哇 它現在什麼技能都還沒有耶 衝啊 電電小怪 好 看來現在已經是處於卡關的狀態了 這個一定會掉下去啊 這個大家齁 就是打一下退一下再打一下 打一下退一下再打一下 嘿 嘿 對 因為就是 就是那一個狸貓在作祟 我就必須要用魔法粉才行 啊 對 所以它不讓我上去 對 我沒有辦法從這裡過去 因為我一過去它就會讓我迷路 就變成是這裡過去 可是要魔法粉就會有那個火 嗯 我要怎麼去學到什麼什麼的技巧呢 這裡就走出來了嘛 對 你看 它就會把它擋住了 是嗎 哦 它就把我變到這裡來 哦 對對對 沒錯 看一下 所以這裡是 這裡 所以我要去哪裡學 有個魔法嗎 欸 有藍色的 哦 藍色的盧比量比較多 高級盧比 啊 找到了 阿嘎 它做得蠻用心的喔 你從側邊是看不到牌子上的字喔 但它還是可以看 小心歸裂地板 過重的人請勿踏上 看這裡 這個小洞窟應該是我們目前 要進去роб 喂! 哇! 原來他說的就是這個 體重過重的人 哦~~Nice 來來來 弩比亞~~ 哦看來是不能踩在上面太久是不是 阿! 打不開寶箱啊! 阿! 打不開寶箱啊! 好可怕啊! OK 喔! 可以推開! 欸! 喔齁! 等一下 那我先去開寶箱 喔! 他會復活 所以 我們先打掉 打掉 再走過去 歸列地板要小心喔 OK 可以開寶箱了 阿! 高級Ruby啊 蠻開心的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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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有很多東西是推得動 打得掉的 就是大家要 哇 這是 這是解謎遊戲啊 呃... 好 這個應該是這樣推開 沒有問題 然後... 這樣 呃... 我想想 這個可以這樣 欸 不行欸 他有一個方向性 欸? 欸 推不開了欸 為什麼? 喂? 為什麼? 我力量有限嗎? 蛤? 喂? 出來了 欸 拿到蘑菇了 啊! 蘑菇可以磨成粉 啊! 靠 喔! 喔! 所以這裡沒有要讓我走 只是為了讓我來這裡拿蘑菇 然後回去 給那個魔法師弄成粉 好喔 欸? 喔! 所以這個真的是解謎欸 解謎 解謎 所以什麼 我只有三次機會嗎? 這樣 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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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我知道那就... 欸 那應該不是三次機會 應該是這個石頭 可以被移動的方式是固定的 所以我應該要... 我... 我剛是怎麼推的啊? 我想一下喔!如果我... 我 現在往... 我現在往... 這樣推 這樣推 再推 喔! 成功了 阿喲阿喲 哦 原來是固定方式而且 怪物跟 scheduled 怪物跟地景的東西是會 復活的 你只要換一個場景它就會復活 嘿!嘿! 欸?不對不對 走蠻快的欸 摸離不離 啊 不行 耶~~~ 砍爆你~~ 砍爆你~~ 掰掰 掰掰 來來來 我有蘑菇 我有蘑菇啊 小潭 含水菇 好可愛喔 這感覺就是跟原本的薩爾達又不太一樣沒有那麼麻煩了 注意一下剩餘次數喔 先試著灑在房間某處吧 好 按下加 放在X 然後放在Y 我放在Y 喔 可以用20次喔 喔 好 某處喔 還不要勒 好 我們來去對付那個可惡的狸貓了 衝啊 衝啊 喔唷 怕我這個墊墊的會跟我暢反掉欸 等一下等一下 細啦 謝謝你的 我看一下我要怎麼過去 嗯... 走下面 這裡 一下 兩下 一下 往下 欸? 睡吧 nice喔 欸? 靠! 喔 竟然是塔琳 喔 他吃了有毒的蘑菇 整個嗨起來了 好吧 啊 我要浪費了 耶 這什麼啊 啊 藏果鑰匙 太好了 怎麼了 怎麼了 馬上去 喉頭映就來了 嘩嘩 找出沈睡於洞穴深處的樂器 風魚在等著你 欸 這裡是 果棚加沼澤 電話亭欸 在這裡可以打電話給爺爺嗎 我即將 真的欸 這完全沒有作用啊在這個 那可以傳送嗎 沒有傳送點欸 嗯 竟然沒有傳送欸這個是不是傳送點啊 再看一下喔 火棚加沼澤 旺旺以外潛入近路 所以是可以控制旺旺的嗎 看來應該是喔 要騎旺旺 好看來上面也是過不去了 好 腸尾 好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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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目前看這樣這個畫質上來講 不能說是到超級精細的 但我覺得如果以掌機模式來玩的話應該會蠻 它應該也很適合掌機模式 不是 不是 哇哦 這個不錯可愛的解民小品薩達 拿到營鑰匙啦 啊 我知道這要幹嘛的了啦 欸 是嗎 抱歉 我以為我知道 我還原本想說這可以推的 脫根 嗚 好可怕喔 喔 不行不行不行 他這個就是要繞開他的 啊 天哪 缺..欠缺石會嗎 的石像在說話 不過聽不清楚 哇 糟糕 不應該走這的 這個電電球齁 電電球就是等他過了以後再走就好 所以其實這個遊戲蠻有趣的就是你都要先看一下每一個地方的敵人啊 機關啊 他的運作模式 然後再行動會比較好 來來來 OK 喔 喔 打怪也是個機關 YA 紅蘆比 有點開心 YA 又拿到鑰匙了 這個感覺站在這裡就有什麼用處 這個可以幹嘛 它一定有一個作用 喔 可惡欸 啊 我被打死了 啊啊啊啊啊 感覺可以把他打到對面去 那我快死了 欸 哇塞 喂 可怕 好像過不去欸 好可怕喔 哦 好夾在 哦 好夾在 哦 好夾在 欸 不用再打了 打過一次就好 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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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不行啦 喔 好酷喔 喔 原來這裡是這樣子 我看一下 喔~~ 咚~~ 欸~~ 喔 然後那邊 上面可以走 來 走開啦 它這個音樂還算 不算大聲齁 算蠻小的 啊 要打成相同的嗎 哼 還有這樣子喔 嗚~~ 三個打成一樣就可以了 Yeah 拿到了 拿到它的嘴巴了 這個地板蠻可愛的欸 地板 帶有復古 這 其實可以存下來欸 那個 當成一個reference 尖刺銳利者 一盾 抵擋 退 抵擋 擊退 抵擋 擊退 我也知道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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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它打得死欸 喔~~ 把它打 卡在角落打兩次就可以了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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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行 不能挑戰它 它走太快了 可惡 欸 給我鑰匙吧 欸 給我鑰匙吧 移動方體 開啟緊閉之門飛 移動方體 移動方體 哇 真的欸 嘿 原來你們就是要翻過來才好 而且它的那個背部還是蠻可愛的 啊 打開 打開秘密的門了 所以它這個應該會跟我講提示 喔 好酷喔 剛剛上市圖現在直接變成橫向卷軸了欸 然後這個也不能跳 啊 殺分了 這根本就是瑪利歐的那個啊 不能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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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為什麼要設定這個東西呢 GOGOGO 好 又切回來了 啊 靠 我一直浪費煩欸 啊 怎麼辦它還在空中欸 吃不到啊 咻 耶 拿到羽毛了 可以飛嗎 啊 真的欸 洛克鳥的羽毛 喔 靠 我要按 使用就能生青如燕的跳躍 喔喔 喔 那我要把它換成歪 不然我一直按錯 喔 成功了 可以跳 它是一個 物品的技能 nice欸 好嘞 要告訴各位其實是可以跳的 呦呼!呦呼! 可以跳上去嗎?不行 那可以跳過這個嗎?欸可以欸! 可以跳過那個在地上的敵人 酷 喔!在空中斬擊的話會變成極限的 就是真的有跳砍 欸等一下!那這個地方要怎麼過去 對!還有一個寶箱 我們是會把所有的東西都收集完的人 喔靠!周邊那個也是會掉下來的 所以這個應該跟跳躍有關係 可是不可能跳上去啊 啊!在這裡在這裡! 對對對對對! 可是我沒有拿到小鑰匙啊 打不完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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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匙 鑰匙 鑰匙會在誰身上 鑰匙 鑰匙 哪裡還有鑰匙 啊 這邊 對對對 這裡還 一個還沒過去 鑰匙 喂 靠 大魔王 鑰匙 啊 靠 來 再來 喔 他的模式還蠻 固定的 多砍幾下就好了 小精靈 小精靈幫我補血 啊 這是傳送點 嗎 送到哪啊 喔 送到門口 啊 啊 我沒有要到門口 可以再把我送回去嗎 喔 可以可以按按按按 按B就可以了 是嗎 喔 按跳 按跳 跳一下他就會送過來 唉唷 我一直灑到那個粉 很煩 我要把那個粉關掉 呃 我可不可以 不要安裝這個東西 不行 靠 小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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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哇 其實還有 來來來 小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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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他上面設置的這個 一定有用意啊 小鑰匙 真是奇怪 欸 這樣子又更奇怪了 小鑰匙 這樣子沒有鑰匙 怎麼打開那個東西啊 小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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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鑰匙 這樣不對啊 難道鑰匙在其他地方 啊 欸 等一下 我看到了 欸 其實不用啊 不用按跳啊 喔 在原地再按一次跳就可以了 左邊啦 我剛剛都沒走左邊 下去吧 耶 手領鑰匙該不會有 嘿 嗚嗚 手領鑰匙 欸 不是欸 是指南針欸 羅盤 可以得知手領和寶物的位置喔 附帶新功能附近的鑰匙會發出提示音 所以是 是 喔 嘿 就是 就是 被動技能 啊 我知道了 剛剛那個上面那個鑰匙它就是手領鑰匙 Aka! OK OK GO 開 YA 好寶物啦 我看也知道還要你講 首領鑰匙 YA 這個首領鑰匙怎麼會放在這麼奇怪的地方 呼 喔 力量碎片趁現在這個有力量的時候趕快去打首領 快快快趁現在趁現在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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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運氣真好欸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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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領我來了 來吧來吧 感覺不好打 嘎呼呼 嘎呼 吃麻門喔 巨霸腸尾 原來是打屁股啊 嗚 欸 打兩下就好了欸 可是因為我剛剛那個有那個力量碎片 所以 一下可能第三下啊 不錯不錯運氣蠻好的 這個感覺是那個愛心上限欸 新中心耶 真的是 嗚呼呼 嗚呼 嗚呼 好 我拿到樂器了 小提琴 滿月小提琴 那他會送我回城鎮嗎 正常來說應該會啦 就是解了一個大任務 沼澤 與花朵 變開的沼澤處 延續的新的島 就是剛剛那個 什麼 棚什麼沼澤的吧 耶 哇 不錯欸 這個目前就是 以這個進行算是 第一小章的整個體驗來講 我覺得這遊戲 他有蠻多這個 解謎之處 然後 他又帶有這個 可愛嘛 然後解謎 但是又不是說真的這麼的 容易這樣子 然後 也沒有說真的到非常快節奏 然後敵人也不是說 真的超難打的 所以就是目前 以這個開箱體驗來講 我覺得這個遊戲其實還蠻不錯 就是很療癒 而且我覺得應該也蠻適合在掌機上玩 就是 不會像你一定要坐在家裡 認真 或是小心翼翼的玩的那種 超級大作 所以整體上看起來還蠻不錯的 好 就是之後 我們再繼續 就是做這影片 然後來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小技巧啊 或是譬如說 像剛剛的這些 呃 什麼任務啊 要解啊 必須要怎麼樣才可以過啊 然後找一些類似像 分享一些類似這種 心得 小心得小攻略給大家 好 那今天 薩爾達就先到這囉 感謝各位 下次見囉 掰掰